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这个分体式大灯的这个主体 那再往下它的包围也是进行了一些造型上的设计 车身长度长4350毫米 轴距是2640毫米 整个侧面的轮廓是比较方方正正的 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一个悬浮式车顶 并且有隐藏式门把手 在这个级别里边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它这个轮圈的造型看起来也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采用的是马牌UC6的轮胎 吉利Icon它的内饰我觉得是比较简用设计感的 每个区域分割的都特别的明确 而且有不同的材质 很能体现它内饰的这种档次感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两块10.25寸的屏幕 像是直接挂在这一样很有设计感 并且它四个车门都是采用了这种双门把手的设计 内饰方面给我另外一个感觉 就是它的储物空间非常的丰富 前排这是双层的 而且这的格子也是非常多 我觉得它整个内饰是一个非常讲究设计感 同时也是保持了很高使用性的一套内饰 来到后排可以看到 它这辆车有一个非常大的天窗 但是这个天窗应该是不能打开的 看一下腿部空间 大概是两拳左右 整个座椅的填充不是特别柔软 但是它的长度表现还不错 地台是一个近乎纯屏的表现 并且有独立的中口 还有两个USB 那动力方面呢 这辆车是搭载了1.5T和7速双离合并枪 并且搭配一套48伏色轻滚系统 那这辆车总来说是极力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拥有个性的外观 加上一套非常有设计感的内饰 我相信还是能够吸引非常多这种追求个性的消费者的 所以说还是要期待一下它的售价